慶祝四月二三號世界書鄉日 吉安鄉立圖書館舉辦直播說故事活動 邀請到鄉長游淑貞化身成為網紅 傳遞世界書鄉日的意義 也推廣閱讀的樂趣 道鄉國小的小朋友 在校長孫東志的帶領下 來到了吉安鄉立圖書館 所有人排排座 把鄉長游淑貞團團包圍 因為他們今天就是來 準備聽鄉長直播說故事 為了慶祝四月二十三號世界書鄉日 吉安鄉立圖書館 辦理了直播說故事活動 特別邀請鄉長游淑貞化身為網紅 傳遞世界書鄉日的意義 也推廣閱讀的樂趣 那今天是我們的世界書鄉日 所以邀請了鄰近的 我們道鄉國小的孩子 來到我們的圖書館 參與我們今天說故事的 這樣的一個內容 我相信在他們的隔壁 就有爺爺奶奶一起來進行 閱讀的這樣的一個氛圍 所以我們從糖果屋 零到兩歲的爬行娃娃 一直到兩歲到五歲的 幼兒園小朋友 今天是請來的國小 跟我們的老大人 一起來共學 世界書鄉日 我相信不分在世界的各個角落 不分零到九十九歲的年齡層 我們希望都快樂在閱讀中 學習在多元的文化裡面 事實上以這幾年來看 包含很多的會考也好 觀眾會考或學測也好 他們在閱讀的數量都非常非常多 因此呢 對小孩子他們在閱讀文字的這件事情 閱讀理解的事情是非常值得重視的 而更棒的是今天 我們非常感謝吉安鄉公所 然後在鄉長遊淑貞 親自的一個規劃之下 可以把這個世界書鄉日的 說故事的活動 引領到了我們的吉安鄉的圖書館 在這麼新穎 而且舒適的一個設備環境當中 讓小孩子來領略 這圖書的一個美妙之外 更重要的是可以透過說故事 可以讓小孩子對閱讀 手上的那本書引起他更棒的一個動機 鄉長遊淑貞表示 吉安鄉努力推動全民閱讀 老幼共學 透過多元創意推廣活動 希望能吸引更多人走進館內 善用圖書館支援 讓每一位鄉親都可以在閱讀中 找到幸福 4月23日 世界書鄉日 歡迎大家來看書 耶 記者徐立琴 吉安鄉報道